六四三十周年塑胶坦克引矚目 王丹说台若选出清中政权将有真坦克 六四事件今年建满三十周年 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纪念活动 今年起到六月四号在中正纪念堂展出 中国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特展 其中世外的中正纪念堂前广场 有着标示中国红星的充气绿色坦克 前方还站着一个拿包包的民众 这个坦克人装置艺术 昨天就现身中正纪念堂广场 引发不少民众好奇驻足观赏 由于中正纪念堂是陆克来台必造访的景点 苹果新闻网也询问超过十名陆克 但超过九成陆克都不敢多谈 也有陆克直言不要害我 唯一一名愿意受访的赵姓陆克则是不愿露脸 只说从这个装置艺术感受到台湾自由的氛围 中国对六四事件掩盖很深 相较于台湾民众可以自由发言 陆克显然担心受怕 台湾谢信上班族说 他是特地过来看 现场看更有感觉 对两岸的差异感受更深刻 大家应该珍惜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 而多位六四屠杀的幸存者与见证者 今天也现身会场 幸存者也提到当年坦克镇压情况 虽然事隔多年 但到现在仍心有无忌 发量坦克从背后一边放射的军用的毒气弹 一边追赶学生队伍 转头从后面冲入学生撤退队伍 当场造成11名学生的死亡 女同学被军用的毒尸弹晕倒在地 对方正健身奋不顾身的把那位女同学推出 配套路边 她自己来不及裹长 看她的两条大腿 被当时的106号坦克做年压 很难得 也很重要 可见坦克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记住 记住6月4号 1989年6月4号的那一幕 那任总统嗨到你 来来来 喝喝阿贡 百姓的苦语痛 你来来播出 你也不送